欢迎收看最有感觉 我是可敬 我们现在在佛山 我们从那个魁起路电铁站 然后走着 真的是漫无目的地走 然后走到了这里一个很不寻常的地方 然后我们就到了这一个写着 茶亭古道一举流方的这个 不知道什么地方 所以我们就进去看一下 外面看里面的话 感觉环境还不错 走进来呢就看到了这一个房子 然后环绕一下周围的话 看到像这种建筑的话 是有点类似于民国时期的建筑 然后呢现在在我身后的这一个房子 叫做绿瓦亭 绿瓦亭 这边可以看到里面有一个雕像 写的是简罩南相 进来这里才发现了 原来它这里写的是国山市文物保护单位 绿瓦亭 这里面是有点昏暗 然后我们看到是有两个雕像 可以看到这个绿瓦亭是比较简陋一点 然后这里面有简罩南相 我在前面的话 我有发现有一个挺长的长廊 然后那里写着有很多东西 现在过去看一下 从这一个墙的简介来看的话 我才发现原来简罩南 它是一个香烟大王 因为他们是有两兄弟嘛 一个叫简罩南 一个是简浴街 然后他们这两个人呢 合伙一起是创造了中国最有影响的 然后也是最有成就的中国烟草公司 也就是这个 中国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很多牌子大家都应该熟悉的 像是双喜 飞马 白鸽 这些香烟 大家应该是耳熟能详的 我们再往这一边看的话 可以看到当时的烟草的这个包装盒 我们所很熟悉的双喜的这个烟的包装盒 然后再看一下这一个的这一包烟的包装盒 很明显很明显可以看到这里有个标志 写着爱活两个字 这里还有一个应该是也是烟的包装的一部分 然后这里有写着同胞注意 同胞注意就是中国同胞 然后军用一份国货 继为国家挽回一份外义之利权 类似于现在我们的说 坚持使用国货的这一个主张 刚才讲的那些呢 就是我们会有心中会有一个疑问 就是说 简世兄弟他们为什么要创造一个 就是烟草公司 然后在这里的话我们就找一个 就是他们简世兄弟就是为了要振兴国货 与英美周全到底 是有点像我们现在的贸易战 简世兄弟为了要振兴国货的话 为了要吸引国人去买这个国烟的话 他们想到的营销手段是什么呢 从这一面墙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 他们是用卡片来吸引国人去买这个国烟 他这种卡片的话 他有这种贾宝玉 就是红楼梦里面的人物的那种卡片 其实有点像我们现代人去干脆面集那种人物卡一样 然后将它收集起来 用这种营销手段来振兴国货 最后呢我们还发现一个特别有趣的一个地方 就是在我脑袋上面有一个烟客自毁词 其实像在这里的地方是属于歌颂这个爱国英雄香烟大王 简罩南的这一个地方居然会出现烟客自毁词 这说明了什么 就是说明一个问题吸烟有害健康 好了这次我们就结束了 说实在这个地方蚊子真的很多 好